忘了你给的 温柔 江夫人 今天啊 就由我来伺候您 我叫彩虹 以后呢 您的事情就由我来管了 您要努力地醒过来 我呢 也会好好伺候您的 夫人啊 我告诉您 今天外面的空气可好了 特别地新鲜 只可惜 夫人你感受不到 所以啊 我特地把门开大一点 这样啊 外面的空气 就可以进到屋里来了 乌龙 乌龙 我 来 你干嘛呀你 你干嘛把门开着呀 我想让空气更流通一些 闭嘴 黄鼠狼给鸡拜年 压根儿就没安什么好心 你明知道夫人病了 还把门给打开了 成心想让夫人着梁是吧 坏东西 怪不得小姐让我盯着你呢 那我去打水给夫人泡脚 给她去去喊 你看看你看看 这条毛巾多脏啊 你会不会干活啊 就连这盆水都是脏的 还给夫人洗脚 我说你是缺心眼啊 还是没脑子啊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蠢的 去 还盆水 把这毛巾洗干净点 这条毛巾 我刚刚洗过了 臭丫头 你还敢跟我盯嘴 我告诉你啊 我说的脏了 它就是脏了 像你这种人 本身就是不干净的 在我们江府 真是脏了我的眼睛 你这样说话 太难听了 这这这又喝 又喝啊 还生我说话难听了是吧 你有本事别赖在这儿 你别听啊 早点滚蛋 省得害别人 幸亏小姐让我盯着你 不然啊 还不知道你想 怎么害夫人呢 骂你肚子的 吧 那我来给你 想干什么 好 还有 无言 确定 一位 自作人 一定是转捕 他来自我 看我怎么收拾你 他到底想干什么呢 你怎么回事 你 有什么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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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是我费了很大的功夫才得来的 当年我娘跟夫人一样 卧病在床 脑子里有医血 但是喝了这个药 真的对病情有一定的帮助 总之我不能让我娘忘这个血 如果有什么差错 这责任谁负 我看是上次给你的教训还不够吧 张嫂 在 拉出去掌嘴 是 你给我出来 打死你 让你降嘴 让你顶嘴 打死你 打死你 让你不听话 让你顶嘴 让你降 够了 哥 这才打了几下 你这样她根本不会这样记性的 把她打伤了 我还要请医生 我不想这样浪费钱 少爷 那个偏方对我娘真的有用 你要相信我 让我怎么相信你 是谁把我娘推下楼的 嗯 嗯 我警告你 以后不要再自作主张 就这样吧 等和你还能干的 你还能干的 如果是谁把她摆下去 你帮你 在一起 他就想和你 好 他也不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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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时候 他也不听话 少天阁 你还好吗 你还好吗 来 老天 周先生 再拿喝酒 周先生 您喝的太多了 不能再喝了 这要不我把菜给您热热吧 我说让你再给我拿壶酒呗 快去啊 快去 怕我给不进酒钱了 我个儿呢 我有的是钱 我有的是钱 有钱就是一种痛苦 拿酒去 您喝的够多了 不能再喝了 拿酒去 我有的是钱 周先生 您喝醉 我有钱 对 我说了 我有钱 我有钱 快去 我做的 人家 没有 可吃的 我这样给您按摩 您有好受一点吗 如果您能感觉得到 您就动动手指给我看好不好 那 或者眨眨眼睛 看来夫人是没有听到我说话了 少爷还有小姐 都非常地挂记您 您是一位好母亲 您一定要尽快醒过来 不再让他们担心了 是不是 好了 夫人 我再帮您按按腿 好不好 不要被他的表象蒙骗了 娘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都是他们吴家一手造成的 不怕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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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你拿东西要付钱啊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给钱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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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嘴 你干什么呀 你这个酒鬼 彩虹 彩虹 你 你别走 你是谁啊 干什么呀 彩虹 彩虹 是我呀 你不是彩虹 你不是彩虹 不是彩虹 你心的渡口 轻轻的 轻轻的残温 闻不出你爱的剧流 匆匆的 匆匆的追赶 追不到你心的尽头 怎么了 你对我娘做了什么 我 我只是在刺激江夫人的穴位 她刚刚感觉到痛 说明她有了知觉 说不定 会苏醒过来呢 你到底对我娘做了什么 我娘现在躺在床上不能说话 你对她做了什么她都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我们打了你 你就伺机报复我娘 今天是我们看到了 我们没看到的时候 你又对我娘做了什么 我真的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 我只是想让夫人 赶快苏醒过来 我不会相信你的话 我只相信我眼睛看到的事实 娘 娘 娘 我看就是上次把你打轻了 所以你才不长进行事吧 张嫂 小姐 把她拉出去 加法伺候 是 你给我出来 跪下 张嫂 给我狠狠地打 打到她认错为止 是 我没错 让你嘴硬 我真的是为夫人好 让你嘴硬 我没有想过要害她 让你嘴 胡说八道 我才不相信你呢 我告诉你 我娘虽然躺在床上看不见 但是我是有眼睛的 我可时时刻刻都盯着你呢 我就是没有错 我真的是为了夫人好 你还不认错是吗 张嫂 给我接着打 打到她认错为止 让你嘴硬 看看是你嘴硬 还是我的棍子硬 开门 开门 谁呀 你来了 找彩虹 谁呀 你干什么 我找彩虹呢 你叫谁呀 我找彩虹 彩虹不在 我别拦上我 这个醉鬼 我别拦上我 你去去 彩虹 彩虹 你不能进去 你干什么你 站住 彩虹你嘴呀 够了 站住 站住 彩虹 少天哥 给我一起打 别动 你别动 少天哥 竟敢来我们家闹啊 是 自不量力 给我狠狠打 少天哥 放开我 天哥 我救救你们 我救救你们 不要摔杂了 放开我 少天哥 都是我的罪 压着我来 你 你 怪人们救救兵啊 放开我 不要摔杂了 会打死我 继续打 我救救你们 我救救你们 别打了 少天哥 走 竟敢来我们将检闹事 去 真是不知好嘴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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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多次上门求见 都被周先生你拒绝 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儿呢 莫非你想通了我的提议 陆小姐 大家都是明白人 开门见山 你心想在湖州开染之城 我帮你 周先生想通了 那真是太好了 我陆曼呢也是一个爽快人 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 只要你把秘方交出来 我开场你任总经理 股份分你三成 我说了很多次 我没有秘方 四成 你就是把整个厂子都给我 我也真的没有秘方 周先生 我的时间很宝贵 你如果没有秘方 凭什么来找我啊 我们可以换种方式 咱们同样可以 合作开工厂 我用我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入骨 周先生 在这湖州 懂管理懂技术的人 太多了 想和我陆曼合作的人 更是多如牛毛 我凭什么要请你啊 就凭我跟在吴洪达身边多年 玲珑是湖州质染界 首屈一直的厂子 这点你是知道的 玲珑所有的资本 技术 渠道 全在这里 我想陆小姐应该很清楚 吴老爷子再厉害 不是也一样输给江家了吗 你也一直被江瑜 逼得不得翻身吧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这一身伤 也是败江瑜所赐吧 如果不是走投无路 你应该不会来找我对吧 骆小姐 你这是在用激将法 你以为我真的拿江瑜没有办法 如果有办法 你也不会被逼成现在这个样子 对了 我好像忘了 听说 你的女朋友 也被卖进江家做女佣了 好 既然这样 我们换个方式 我们合作开场 资金 我出 技术我出 经验我也出 给陆小姐你三成五分 怎么样 周先生是在开玩笑吧 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啊 好事就在眼前 钱我有 想借陆小姐的大名 开这个场子 这其中的意思 陆小姐是聪明人 应该明白 我明白了 你想借我的名义 帮你把钱洗白 那是不是三成太没有诚意了 我要四成 察言道做人不要得寸进食 这三成 陆小姐你可是白拿 这样的机会 只怕是过了这个村 就没这个店了 周先生手上这笔钱的来由 你不说 我也可以不问 不过 能帮你把这笔钱给洗白 整个湖州除了我 好像没有第二个人敢担当 我陆曼的靠山 周先生你也是知道的 依你现在的情况 日后指不定会不会用得上 好 既然陆小姐你这么说的话 四成就四成 我出钱出技术 出管理出经验 咱们合伙开场 对外就宣称你 是老板 我是经理 占三成股份 周先生有魄力 我之前还在纳闷 吴洪达在商场怎么输 也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 怎么就轻易输给江鱼了呢 原来 清出于蓝胜于蓝 吴老爷子这一生 机关算尽 聪明一世 确实给自己挑了一个 大有作为的女婿 好了好了 那恭喜周先生 重回智染界 如今我们已经达成合作 也希望周先生 帮我留意一下秘方的事情 如果能拿到秘方 湖州就是我们的天下了 陆小姐的事情 我记在心里面了 好 顾婆婆 我来帮你吧 不用了 夫人只喜欢我给她煮的鱼汤 我听说你是夫人的奶妈 也是夫人最信任的人 是跟她一起嫁到江家来的 你想干什么 我在找 帮夫人苏醒的办法 我听说是你把夫人 从楼梯上推下去的 当时 情况真的很混乱 我也很抱歉 对不起 你不用向我道歉 我也看出来你也很内疚 听说你又是用片方 又是做按摩 也难为你这么用心了 我也是 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弥补自己的过失 那顾婆婆 您能多告诉我一些 关于夫人的故事吗 夫人的故事太多了 我也不知道跟你讲哪一件 会对夫人有帮助 顾婆婆 您跟我说哪一件都可以 比如说 让夫人最开心 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 或者 她喜欢听的歌 您只要多少 告诉我一些就可以了 让夫人最幸福的是 可怜哪 这之后 夫人再也没有过过开心 新的日子了 那他们之间这么相爱 一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比如说定情信物是什么呀 定情信物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定情歌倒是有一首 十之少传 因为那段时间呀 我家小姐和老爷 每次约会回来 都会哼唱着那首歌 我家小姐哼歌时的笑容 也不知道有多美 那是我这辈子 见过我家小姐最美的样子 胡彩虹 少爷 你凭什么打听我爹娘的事 顾婆婆 你忘了什么是江家的禁忌 少爷 彩虹姑娘是想 想什么想 挺好了 你给我老老实实待着 别再让我知道 你尝试打听我爹娘的事 记得我小时候 你是在玲珑染制场做工的 是的 听他们说 玲珑有一个 知染蜜蜂 是有这么回事 蜜蜂 是江羽少爷他们家的传家宝 江羽 对啊 他 少廷你怎么了 是不是跟人打架了 这跟你没关系 你接着告诉我玲珑的事情 那 你说呀 快说呀 玲珑原来是江羽少爷他们家的 后来江老爷 就是江羽的爹 获了罪 玲珑才变成无价的 没想到现如今 又回到江羽少爷手里了 那你为什么没早点告诉我 你确定玲珑以前是江老爷的吗 肯定啊 江家的少爷就叫江羽 他小时候到常里来玩的时候 我还见过他呢 少天 你 真的不要紧吗 这么说 玲珑原本就是江羽的 既然是江家 那怎么有改姓吴了呢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说呀 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还替他干什么呀 你一定要告诉我 这非常重要 少天啊 娘知道 过去这些事一直是你心里的坎 你过不去 其实娘心里也难受 可是事情既然已经过去这么多年 就让他过去吧 你还年轻 往前看 咱不说这个 你听我问你 你知道江老爷之前获得什么罪吗 你刚才说玲珑是在江老爷获罪之后 才变成吴鸿达的对吗 对吗 你 你不停地说玲珑是谁 你不停地说不停地说 跟他说 你不停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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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兵人都不是 至于一个人 这位侧妳为了 她有个招待 她冒犯了 这位侧姐 她冒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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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侧我冒犯了 她冒犯了 冒犯了 那官府说她有罪 我们小老百姓 能懂什么呀 不过江老爷 对宫人是真好 我们家也受过他的恩惠 多行不义 必自毙 看来老天爷还是公平的 听我报应吧 你这是在说谁呀 想不说这些 你再跟我说说秘方的事情 秘方是江家的传家宝 我听江家的老宫人说 有一年慈禧太后大寿 江家用秘方染的布 竟献给了慈禧太后 还得了一块御刺的牌匾 那秘方现在去哪儿了 那我就不知道了 吴老爷收了场子 那是不是应该在吴老爷那儿啊 听нет 沉降 第一只小船 投較敲 两路外挑来惊 helpful 长朝山上念念道 烧香里脑洋洋 夫人 姜鱼她不让我说话 但她又没说不让我唱歌啊 我相信啊 他们都很挂念你 都很想让你早点醒过来 这首歌呢 也会换回你和姜老爷 很多美好的回忆 夫人 你快醒过来吧 第二只烧船 凑成霜 静气栏杆 两面装 上有 太阁多好看 下有 骆骨老潮潮 第三只烧船 来得快 两条游楼水里行 脱水船变百丑尾 郎大许仙摆娘娘 看我哥明天怎么收拾你 哥 哥 昨天晚上我听见五彩虹在娘的房间里唱十只烧船 可是当我走过去的时候歌声已经停止了 哥 五彩虹明明知道这首歌对我娘是禁忌啊 如果他再唱的话 根本就是故意刺激娘 想让娘伤心啊 哥 你三只烧船 来得快 两条游楼水里行 你在干嘛 你明明知道这首歌对我娘是大忌 你志愿当着她面唱 你到底什么举心啊 我想刺激夫人 我昨天不是警告过你吗 你全忘了 你是故意的吧 夫人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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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是不是听见我说话了 少爷 赵医生来了 赵医生 快 来看看我娘 娘 她现在的呼吸血压心率都很正常 她现在的呼吸血压心率都很正常 而且她躺了这么久 气色红润 既没有生动疮 关节也不僵硬 可见她被照顾得很好 那我娘为什么会流泪啊 那她是在什么情况下流眼泪的 是听到了一首歌之后 这是好香香吗 这对江夫人来说 可是大好的现象 证明她能够感受到 外界对她的刺激 也许就是要快要苏醒了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一定要多刺激刺激她 唱歌对她有作用 那就唱歌呀 明白了 医生 我还有问题想请教你 麻烦你去客厅 我们好好聊吧 好 请 这是周先生交给你的 谢谢 赵医生 我想向您请教一个偏方 用水质煎成药 这样对我娘的病 有没有什么好处呢 我学的是西医 不过也设立过一些中药的典籍 我记得在神农百草经中 有这样一段记载 说水质有抗凝固 破淤血的特效 这种药性对你母亲的病啊 从药理上来说 是有帮助的 明白了 好 另外 如果敲打我娘的穴位 她会痛啊 这是怎么回事 对于江夫人这样的病人 敲打穴位 按摩肌肉 对她都是有帮助的 这样既可以防止 关节僵硬 和肌肉萎缩 而且能让血脉保持畅动 这江夫人知道疼 对于她来说 是好现象啊 彩虹 我知道你在江家过得不好 这要可以防止伤口感染 我一定会尽快将你救出去 我和你的家人一切安好 五年 奇才手链虽然不值什么钱 却是你我的定情信物 现在落入江瑜手中 我一定会想办法 把她找回来 好 好 快 好 快 好了 见过笨的 但就是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笨蛋 上来了吧 现在你知道水汁汤是有用的吧 我来吧 不用不用 现在我是江府的丫鬟 这些事情当然得我做 小时候我经常收拾鱼虾的 这些我懂 我来吧 这跟收拾鱼虾不一样 关键是不能破坏水质素 所以啊 还是我来吧 你怎么懂那么多 我剩了彩虹的颜色 我剩了彩虹的颜色 我剩了彩虹的颜色